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对中共现在越来越狂叫嚣对台湾进行全方位的武统等等 台湾总统赖清德9月26号召开了一个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首次会议 强调要扩大政府与民间合作进行全方位积极准备 让台湾更具战略任性 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蓝英也参加了 这个会议主要宣布即将成立 之前说过就成立了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 由政府和民间共同成立沟通平台构建台湾整体社会任性 他在主持该委员会首次会议时表示 过去在蔡英文总统任内政府盘点了公司部门的资源 现在要进行进一步验证 透过政府与民间合作来建构 沟通合作平台提升台湾整体防卫 国防民生灾的灾防及民生四大任性 而且一个更强烈的台湾也可以为世界和平繁荣带来更多贡献 美国表态全面支持 这个整个的全面的准备 这其实就是应对北京中共习现在来势汹汹的 而且越来越来势汹汹 因为前两天发生洲际弹道导弹 也是说是要吓唬台湾的 你怎么看 金属先生 我觉得赖总统在应对中共上面 其实还是层次分明的 这个会议其实代表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长久以来中共在台湾对于各种阶层的 这种实质性的渗透和媒体的宣传上面 他就会试图去营造有利于他 或者很容易让民众心理防线崩溃的 其实就是这个心理战防线这个战线上的一个很多座位 中共做了好几十年 但是台湾这块其实它确实是应该是讲的比较薄弱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力量的平衡是哪呢 就是因为中共它是需要花很大成本去干那件事的 它去宣传它那些虚假的东西 一定要很大成本 但是这个作为台湾来讲呢 它去直接维护民众的这个从通过民众利益的这个方向出发 让你看清楚 需要花的成本其实并不是不是特别高 但是你得做 所以我我觉得它这个这个这个举动啊 就是应对这个心理战方向 就是一旦 当然了也是也是一种这个这个备战的一个状态 就是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上 他也提到这个这个名字也叫提升任性嘛 说白了就是说一旦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不要非常快的这个这个功亏一篑 尤其是心理防线上很容易崩溃的话 那不就随了中共印就就就就就很容易改其意志了 尤其是在民众那个层面 他就会这个产生什么这个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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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 我相信 也许是这里边也是有 我相信各个层面 当然肯定都会有 美国的这种协助和 怎么说呢 比如说智库方面 或者说方法上面的这种帮助 我觉得 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之前 你很难见到台湾有这个层级的 除了我实质性的这种军事准备之外 的这种说白了 在某种程度更加重要 或者有效的这样的这个举措 诺德 先说到这 就乱信的 现在当总统以后 对于防卫 就是台湾遭受中共 各种不管是文统武统 反正就是内部颠覆 还是武装 统一这个 已经就是在这方面做的远比啊 蔡英文时期要强多了啊 你看 这个基本上啊 每天就是这些事情 无论是发X 还是说开会 没有是天天去玩的什么猫啊狗啊 那些东西 关注的点 其实这个很重要 就台湾总统 首先要跟民众传递一个重要信号 国家安全 是必须得全面啊 要关注 不能有任何的什么什么和平啊 什么被中共洗脑啊 为了和平可以下跪的这种想法啊 所以这其实也是在博弈中啊 中共呢 这里还有一个 你看这里说 中俄海军在阿拉斯加活动增加 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说的 所以你看这个 中共现在啊 越来越狂了 他 就是习 他的 整个 你说俄罗斯 在阿拉斯加海军活动的话 他也浪费钱啊 中共跑这么远 跑到阿拉斯加海域去 你是不是吃多了 没事干吗 跟你有啥关系啊 那里 那个海域 啊 俄罗斯 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 他这个远东地区 他的 他的这个军舰 说白了都是 没有什么存在感的 无论是热战战时期还是苏联时期 基本上东部 他远东地区的部署都很少 现在啊 在习的这个怂恿下 你看 试图想在阿拉斯加啊 来击穿美国的防线 这就是 这就是啊 痴心妄想 美国海岸警卫队说了 说以美军将用存在对付存在 这个是啥意思 就跟那个啊 以色列内塔米亚胡 说的话一样 你中共现在啊 用这种方式 就跟你有点像珍珠党 天天没事就放几个火箭弹啊 对着以色列去了 尽管没有事 没有大面积伤亡啊 为他们的 铁球系统给防住了 但是内塔米亚胡说 我现在消灭你珍珠党 是有 有正义性的 有法理依据的 有道德制高点的 啊 为什么 因为 你天天就想着 小米以色列 现在中共也是一样 啊 中俄 你跟俄罗斯搞得一起 你跑到阿拉斯加这里 美国就是你看 啊 谁说 习就是在天天想着要来灭美 知道吗 你本身 说实话 你不做这些 你还不具备 美国还没法找你麻烦 你天天这样搞 好 它积累到一定时候啊 它就会产生一个 一个效应出来 就是美国只要部署完毕 就跟那个以色列 美国的这些武器全部部署到位了 你再解释都没用 你再用所有的人道主义 有什么地区冲突 有什么世界大战 吓唬别人 都不管用 是不是这个逻辑 其中事件 我就觉得这个 咱老说 沾中共 被就被坑非常惨 这不是 你看 这个 中东的这一系列的 这个邪恶周心 小兄弟 小楼螺 被干的有多惨 他没事 去上阿拉斯加 去这招惹 真的 美国是 你也不能说人家求之不得 只是说 我也没让你来 对吧 你一天到晚 把这个态势摆成这样的话 给了我充分的理由 否则我连这个预算都没有 然后 你一旦让我有了 到时候这个钱不花都不行 你知道吗 我这完成部署 然后你说 你拍拍屁股就撤了 那没有的事 那绝对不可能 所以说 这个 他是得有多蠢啊 而且 你以中俄的这种实力 他去 各处 各处挑唆 他可以去各处挑唆 但是他 他是没有 完全的实力去支撑的 就是说 他挑完了 他就有这个实力 去在这 这个不惜一战 还能有把握能赢 他其实是完全没有这个把握的 他只是说 在这 这个东一榔头七一棒子 在这 这个灵敲碎打的 想 想获得他这种 这种威慑 带来的这个超额收益 就跟他的这个成本比 你说我逛一圈 又不 又花不了多少钱吗 当然 实际上成本也是巨量的 对于他们来讲 可能觉得 当然不打 我只是逛一圈就还行 我能起到我的什么 这种 这个这个 战略意图上面的这种 这种混淆啊 反正这种类似各种的吧 就是他觉得他需要的这种 这种 怎么说呢 他觉得他 他以为他能调遣了人家这边的这种战略布置 我觉得 他人家也不傻 对吧 不可能 因为你 来这个巡航一两次 但是 美国 虽然回应 这个 以存在对存在 但是 我就请问 那个 中德 你有本能敢在这打一仗吗 完全没有可能性了 对吧 你如果真的要到那个强度去 就是我 我来了 我还能 我还敢招 你还敢真开炮 那是不可能的嘛 对吧 所以他又没有这个本事 那就只能把这个口实放到人家这儿以后 就就说白了给人送送子弹嘛 对吧 美国 美国的这些 这个这个军备哪来 那都是纳税人的钱啊 要花的话 是真的需要非常这个充分的理由的 既然你来了 那 那我这边就 一方面是说 你是有这种实质性的威胁 二一个是 就给了人非常大的这种操作空间 就是 我说 我怎么说你都行 那你就就说白了给我递材料呢 就极其的愚蠢 然后 这个这个 怎么说呢 不可理喻 他要真有本事 在他那个 你你你寻找一个一个 你看好的这个 重点 因为现在 咱们不是说了吗 态势已经摆在这儿 你想往回撤是没戏了 你要不就这个找到一个在这个时间依然对你有利的这种情况下 你在邪恶柔心他这边他有一个什么差在哪个点 就是差就差在这个法理和正义性上面 他都不具备 对吧 他优势就在于他得快 他能他有可能能快 就像那个俄罗斯去去动这个乌克兰的时候 他本来他也想着就就一下就快了 就占了很非常大的便宜 三天 推平基础 那如果他真的完成了的话 那整整体的态势当然不一样 对吧 那比如说美国跟欧洲盟友的关系肯定也不是现在这种态势 所以 基本上看来就是他们真的是没有任何机会啊 就是 已经 就是俄乌这拖这两年多小三年的时间 说白了 就把他们都都都已经 拖垮到一个这个 这个瀕临崩溃的这个边缘了 你再看看中共的经济 他在这个俄乌初始的时候 那有的是东西 我说拿啥就拿啥 但是现在的就捉襟见肘了吗 开始这个不惜这个你中共最近昨天我们聊到这个中共的所谓这个大杂逼的这种 这种想想意图挽回经济的这个手段 你想想他这波一旦过去 就是说他一旦没有走没有没有取得他这个 所谓设想的这种这种经济恢复的这种预期 那他就真完了 就是真的就是没有任何机会了 而且他昨天我们也分析他他有没有可能能起到这个原来这个正常状态下的那种或者说这个三年前他如果就是真正是为了解去去去去经济发展 不管他是撒钱要还是用什么其他的手段也好 那会的这个就是经济的活力承诺跟现在是不可同人而语的 现在你就你就把钱撒光了 也没有任何卵用 因为你的所有通道都是组织的都是组策的 你只能这个让那些权贵在在在分分一拨蛋糕你但是你想从他们兜里在这个把真正的利益拿出来去支援你的战场那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就是你你等着看中共这边这个经济如果不就是没办法起稳回生他那就是真正他们就没有任何转换的余力了 路德先说到这 是 现在啊舆论上认知上他完全啊他也影响不了他没有这个话语权 然后呢还要在这里又没有实力还要展示自己牛逼镜什么一会放导弹 你看一会站着啊他的轰炸机啊跑到阿拉斯加附近跑一跑 然后军舰也在这里明显展明显展示的就是要灭美 所以美国说白了 就缺这个啊迟早的事就跟那个以色列对着这个珍珠党一样迟早的事你看吧啊 好咱们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别忘了点赞分享再见